所以这两个基础有了 师长在做的时候就不困难 有没有必要呢 有必要 因为今天整个世界混乱 我们都中国古历史 3800年前 唐皇 那个时候上唐的时代 中国那个时候没统一 周朝都没统一 诸侯国 一个小国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村 一个小镇 就是一个国家 唐也是个小国 国多大呢 历史上记载 七十里 不是七十公里 日本都我也晓得 古时候他们的度量很短 没有那么长 所以七十里大概和现在三十公里的样子 你看就这么大一个小地方 他治理得好 把能力 道德 英国教育统统落实 人民都叫好 所以就变成一个示范店 周围的这些小国 几十个小国 都向他学习 尊他为王 尊他为天子 那个时候天子王都是尊臣的 并没有实际的政权 都向他学习 都听他的话 所以就好像成为共主一样 周朝 那陈旧是最可观的 比他近不多了 周距离我们三千年本 文王他那个小国 史书上记载一本里 大概和我们现在不到五十公里 这样一个国家 也是治理得好 成为 那时候讲世界也天下了 天下第一个模范的 城市 木范的地区 所以尊称他为精神